中共海關總署在9月18日通知稱 多次在台灣地區入口的釋迦和廉墓中 查出有害的生物大洋古粉紋界 所以自20號起暫停上述兩種水果進口 這已經是今年中共當局在2月針對台灣鳳梨後 第二次暫緩進口台灣的水果 根據政府的農委會數據 鳳梨、釋迦和廉墓在台灣出口大陸的水果總量佔前三位 為此小編特意訪問馬賽兩政府時期 均在政府農業部門公職的農業專家張先生 問到台灣出口水果出現品質問題的記錄有多大呢? 他的答案就是檢率是越來越低 但亦都有可能的 因為中共以前對台灣的農產品檢疫很寬鬆的 幾乎是沒有檢疫 通常採收後簡單包裝就直接送到中國大陸 在採收後上架最快到三天 因為沒有檢疫 加上很多時候農友都會用傾銷的心態去送貨 鬥快鬥多 所以很多時候都沒有管理品質 還有在採收後也不會好好整理這些果品 所以有時候這些果品上會出現些蟲 也非常常見 後來我們也推出了一些品質管理 配合當地農會的酸度 現在出口水果的品質是不斷進步的 但是不是可以達到國際競爭水平呢? 個人認為更覺得跟日與日有不少的距離 又問到台灣的農民為什麼會養成傾銷大陸的心態呢? 他也回答 一直以來的中共是台灣農產品都是國內的商品看待 所以也沒有嚴格的檢查 這些政策統戰導致不管是藍綠執政的原事 都是落於將農產品出口到中國大陸 但是我們的主管單位也覺得 將產品消防同盟同種的大陸市場就很滿足 也沒有做好其他市場的調查 為台灣水果開拓國外的市場 前陣子的鳳梨風波是很好的機會 讓台灣水果有其他的銷路通道 我們也知道香港地區有不錯的銷量 但是是不是可以長久呢 就要看看農友能不能建立國際市場的觀念 另外也問到如何看待政府的10億台幣助農政策呢 我們覺得短期內保是可以的 但是長期政策是需要轉向的 不是中共每一樣農產品 政府預算可以支助多少個10億呢 鳳梨已經是先例 從馬英九執政時期80%的大陸依賴程度 上升到蔡政府的96%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 在這段期間大家和農業專家都有警告 但是政府仍無作為 等到出事後才怪東怪西 雖然中共以農業威脅政治極不可取 但是政府有沒有做好相關的風險管理呢?